第一千一百一十一集 我真是瞎呀 只求你敢这样对我说话 我该是多瞎 竟然收了你作为我的弟子 曲折笑了 他脸上露出了一丝悲哀的神色 我早该把你赶出师门的 现在晚了 不是吗 知秋脸上带着一抹冷笑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要的 曲折 我是你一手调教出来的徒弟 哪怕是我现在把你给杀了 你也不该有任何的怨言 是啊 你把我杀了 我也不该有怨言的 许哲笑了 你已经开始动手了 不是吗 不错 我是已经动手了 知秋冷笑道 知秋 你怎么可以对师父这样 他是我们的师父啊 他把我们从小养大 他教我们医术 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他教你的东西 难道你忘了吗 难道你已经忘了 怎么做人了吗 梁峰终于怒了 不错 他是懦弱 但是 他知道怎么尊重师长 许哲是他的师父 他不允许知秋这样对师父 你现在在这里装好人是吗 知秋冷笑道 你难道真的不知道 害他一步一步走向今天的人 是你 是你呀 你放屁 我为什么要害师父 我很尊敬师父的 梁峰怒了 你不要胡说八道 否则的话 我代替师父教训你 人呢 翻脸简直比翻书还快 前几天你还一声一个大师兄的叫得亲亲热热的 怎么一眨眼就变了 果然是这样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值得你去相信 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 快向师父道歉 快点 梁峰愤怒地说 他是我们的师父 你刚才那样 是对他不敬 我不允许你这样 马上向师父道歉 快 该道歉 该谢罪的人恐怕是你吧 知秋冷笑 梁峰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难道你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不对劲吗 什么不对劲 梁峰吃了一惊 他有些诧异地看着知秋 你做了什么 快说 你到底做了什么 这些茶 可是你每天端给师父喝的呀 他每天最喜欢喝的 就是碧罗春 而这茶 每天都是我泡好端给你的 难道你忘记了吗 知秋悠悠地说 是我端茶给师父的 可这只是茶 梁峰着急地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知秋 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事 我只是在这些茶里面添了些料罢了 知秋悠悠地说 我们的师父可是一位高手啊 而且他是一位医术非常高明的中医 如果想瞒过他在他的茶里面下毒 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哈哈哈哈 好在我也有对策 下的毒无色无味 却能最大程度地侵害他的内脏 你看他这几天半死不活 像劳病鬼一样的模样了吗 哈哈哈哈 不瞒你说 这就是拜我所赐 我在他的茶里面下了毒 所以他才会变成这样 知秋是越说越得意 到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张狂地大笑了起来 知秋 你 你为什么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你怎么可以这样 梁峰愤怒地说 你为什么要利用我害师父 为什么 因为你傻呀 因为我说什么你都相信的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劝他收你为徒吧 在我眼里 你 就是一个傻逼 哈哈哈哈 我是何等的身份 怎么可能和你这种傻逼为伍 知秋 你 你太过分了 我要替师父教训你 梁峰怒了 他真的怒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知秋竟然会这么丧心病狂 但最让他接受不了的是 他竟然利用自己 给师父下毒 不错 这些天他是一直端着茶 给师父送茶 可是他真的不知道 这些茶里面有毒 如果他一早就知道的话 他绝对不会这样的 梁峰说着愤怒地拎起了一把椅子 向知秋的脑袋上砸了下去 他拿起一切能拿起的东西 向知秋攻击而去 他发誓 他一定要杀了这个败类 这种败类 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可惜啊 梁峰一直没有洗过物 而知秋虽然年纪不大 但多多少少也算是一位高手 没有几下 梁峰便被知秋给放倒在地上 他冷笑的一脚踩在梁峰的脑袋上 说你是傻逼真的有些抬举你了 呵呵呵呵 在我的眼里 你连个傻逼都不如 我真的不知道 许哲为什么会收你这种奇葩为徒弟啊 知秋 你真的是好手段啊 许哲突然笑了 他从床上站了起来 盯着知秋道 哈哈哈哈 你以为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毒吗 你的确是不知道 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喝得这么欢的 知秋冷笑道 哼 这种毒无色无味 你根本就不可能察觉 这种毒 叫做蛇胆香吧 徐哲笑了笑 是属于亚热带地区的一种毒蛇 这种蛇的颜色十分的艳 它本身无毒 但是它的胆却是剧毒之物 而它身体中本来会散发出一种奇特的味道 这种味道十分的浓烈 但是它的胆却没有一点味道 所以才能被制成一种蛇胆毒 这胆毒性烈 一般的话沾上了马上就会毙命 我之所以不死 那是因为你下的分量不够 哼 你竟然真的知道这是什么毒 你 你难道没有中毒吗 知秋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师父 他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 他明明每次都把毒给放到茶里 他也看到许哲每次都是毫不犹豫地 把那些东西给喝下去 可是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会察觉到这种毒 不 我察觉不了 虚折微微地摇摇头 我只是后来总和自己的症状 才搞清楚这种毒的毒性 然后我又根据这些配出了解药 可惜的是 这解药生效太慢了 不过 对付你这一个背叛师们的东西足够了 不可能 你每次都喝得这么坏 你怎么可能知道这里面会有毒呢 知秋无法接受眼前的这个事实 他固执地认为 虚折是在虚张声势 喝过一次之后 我又怎么可能喝第二次 虚折笑了 你是我的徒弟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 你自己的水平 是想不到用这种毒来害我的 说吧 你的背后一定还站着有别人吧 可惜的是 这种毒性太烈了 我中招以后 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我一早就把你给处决了 那刚才 你吐血也是假的吗 知秋咬牙切齿地说 当然 我现在虽然没有完全解毒 但也不至于会吐血 虚折一点头道 我是你师父 你是我徒弟 我了解你 比你了解我要多 你真的以为 我看不出你的野心吗 我有什么野心 我一直都是你的徒弟 我一直在帮你做事 原来你这么不信任我 知秋冷笑 你的野心就是逆林 虚折淡淡地说 你我的师徒情分 也就在这个逆林上 如果不是 你还没弄清楚逆林在哪里 你恐怕一早就对我下手了吧 不错 我要的就是逆林 我对你说过 我很适合逆林 可是你这个老东西一直对我不信任 你始终不告诉我逆林到底在哪里 你也一直没有兴趣把逆林传给我 这种东西不是你能掌控得了的 虚折冷笑了一声 况且你品行不端 你觉得我会把逆林这么重要的东西 交给一个品行不端的人吗 想要逆林 做梦吧 虚折 如果我是你 我就会说出逆林的下落 知秋的声音突然变了 你假装吐息 无非就是为了引我出来说出真相 现在我说出来了 你想怎么对付我 你说吧 师父不愧是师父 连作假都做得这么自然 不然的话 我怎么确定给我下毒的人 到底是不是你呢 虚折笑了 你这老狐狸 一早就怀疑我了吧 你为什么不怀疑到梁峰的身上 你要清楚 每天可是他端查给你的 这些毒都是在这些茶里面 知秋冷笑道 我了解梁峰 他不像你这样狼心狗肺 虚折冷笑道 他虽然笨 但是他身上有种东西 却是你没有的 那就是真诚 你是说这个傻逼吗 知秋像晕倒在地上的梁峰一指 他冷笑道 这个智商有问题 几乎是能当作附属的傻逼 他人品比我好 不错 他的人品比你要好 而且比你还要好上一百倍 虚折淡淡地说 我这辈子 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收你为徒弟 而且还无条件地相信你 现在你后悔了 知秋冷笑道 是的 我现在后悔了 我现在后悔得愈先愈死 虚折点点头 你不止一次地教过我们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要的 如果你一旦选择了这条路 想回头的话就难了 我现在是按照你的说法 一直向前走的 知秋笑了 师父啊 凭良心问 从小到大 你信任过我没有 信任过 一直都很信任 如果不是因为浩轩这件事情的话 我还会一直对你无条件地信任 叶浩轩 又是叶浩轩 知秋咬牙切齿地说 在你的眼里 我始终比不上他 是吗 比不上 而且你差远了 虚折微微地摇头 在你的眼里 我看不到真诚 如果没有叶浩轩呢 人即使伪装得再好 他的本性也会暴露出来 就好像是你 你满腹心急 之前我之所以信任你 那是因为你伪装的好 但是你的伪装一旦泄露 那你的人品将会在别人的心里一落千丈 徐哲哲 须折冷笑了一声 可惜呀 现在晚了 知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阴狠的神色 不错 我就是一直寄予你的逆林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这些年 我隐忍在你的跟前 为的就是逆林啊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对你这么的恭敬无比吧 看出来了 你是为了逆林 曲折一点头 那么 现在 你是不是可以把逆林交出来了 知秋冷笑了一声 交出来逆林 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否则的话你死路一条 你不会真的要把许家世代传承的宝物 带到棺材里面去吧 我不会 曲折摇摇头 你林不是一般的东西 我想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想要拥有它 要看你的缘分 你是说 我没有这个缘分 哈哈哈哈 知秋笑了 你的确是没有 徐哲平静地说 强行利用逆林提高自身的修为 这样非但不会对你好 反而会让你陷入万劫不复的境界 我不信 我不信 这些话你以前对我说过无数次了 但是这一次 我不相信 知秋微微地摇摇头 你是不想把逆林交给我吧 不是不想 而是不能 徐哲平静的 徐哲叹了一口气道 因为你永远也无法想象 你林是什么 他代表的是天道 狗屁的天道 知秋重重地在地上吐了一口口水 他恶狠狠地说 老子就是天道 老子代表的就是天道 许哲 你不要一直用天道来约束我了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天道 你所谓的因果 都是骗人的 恶人好过 这才是这个世界上的法则 我的道 是弱肉强食 现在你掌握在我的手中 我要灭你 一如反掌 这就是天道 你的天道 是注定行不通的 许哲微微地摇摇头 他站起来道 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跪下来认错 然后滚出一阵汤 我可以放你吗 如果我不肯呢 许哲恶狠狠地喝道 如果你不肯 那我只好清理门户了 须哲笑了笑 你不会真的以为 那种药会对我有极大的约束吧 不错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找了你的道 但是经过了这几天的修养 我已经恢复了一部分的能力了 你真的以为你还能对得上我吗 我这一身武力是你教我的 知秋宁笑道 是的 是我教你的 虚哲微微地一点头 是的 你的这一身武术是我教的 我曾经告诉你 乙武是不分家的 对 乙武不分家 你教我行真变学 你教我如何运气 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强 你教我一个人能赶翻十个人的武术 我很感谢你 知秋说着走到一个案子前 在这个案子上放着一把剑 你教我练剑 你说 剑在古代的时候 是万兵之祖 唯有剑道 方是正道 你也说过 在你年轻的时候 你曾执子剑 石不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你也说过 曾想放下金针 指此剑浪迹天涯 荡尽世间的不平 年轻气盛的我 的确是这样说过 徐哲微微地点点头 我年轻的时候 曾用这把剑 斩下唐人街 十任黑社会老大 也用此剑 杀的就是敌人 闻风丧胆 当年的你 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呀 你完全可以作为一名高手 但是你偏偏要选择 做一名医生 知秋笑了 你该是有多傻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会用此剑 达到这个世界的巅峰 你达不到这个世界的巅峰 因为你的心术不正 心术不正 实力尚在就可 知秋缓缓地抽出了这把剑 这把剑看起来极其的锋利 他缓缓地把剑身放平 右手试过剑锋之上 我用了你的剑 你用什么 知秋看了一眼许哲 如果你年轻 如果你的实力尚在且不中毒 我就算是用剑 也碰不到你一脚半分 现在你中毒修为尽尸 我用剑 也不算占你便宜 毕竟 你是一名天境高手 我这把剑 已经有十年没有用过了 年轻的时候 我用此剑寻求修为上的突破 但一直没有成功 后来弃剑之后竟然侥幸突破 那个时候我才悟出 真正的大盗 不是用杀气就能悟出来的 真正的道 是心如止水 是自己境界上的超脱 杀了你之后 我就去寻求超脱 知秋冷笑了一声 前提是 你得交出来逆临